你对上海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那我第一次到上海真的就是 春晚之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出了一个河带 是在广州路的 是第一次 就是这河 这个是文物 这是古短 穿白手套 戴上那种白手套 然后小心翼翼的这样把它 因为随时都会那个粉碎 我太特别喜欢留脸 让我感觉是台湾那时候 变化那个气氛 还有那种城市的面貌 那台北的感觉 绝对是 其实我特别留念 台湾那个80年代的那个感觉 对 因为80年代 有一个还是 台湾有一个很向上那种感觉 是不是 开始去慢慢突破 是 现在回忆起来 就是最小的时候 对台北有印象 到底什么感觉 因为你也很少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那时候 因为台北 我还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 那个郊区的地点 我母亲 这是什么地方 其实在台北的七张 七张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很逗的 有一个地方叫星殿 星殿我知道星殿 对 然后很多人会知道星殿 是因为搭错车 那部电影 歌词里面说到什么 什么 星殿西 对不对 其实七张就是在星殿的几个车站之前 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 大多是我母亲的意思 就是他说 我们我想设计我们自己的房子 因为在郊区就很便宜嘛 就没有那么昂贵嘛 然后就真的就盖了一个圆的房子 哇 圆形的 然后中间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花园 在中心 然后有一个走道是绕着这个中间 然后每一个卧房就像一片一片的蛋糕 这样子往外 所以我小时候那个卧房的墙是圆的 好像住在一个塔里面的感觉 就特别奇怪 可是这个房子我们住了很多年 住在一片蛋糕里 对 农田里 真的是这样长大 然后我呢 就是邻居要什么 他们都知道 有一个老外 在这儿 然后那个 然后他们那个孩子长得很奇怪 个儿大的要命 然后长得又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们都对我都很友好 可是呢 我绝对是一个outside 一个当地的一个奇观 所以也是处在一个文化中间的一个缝隙 对 你回到圆房子里面周围是乡村 跟你是挺隔绝的 你跟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互动吧 对 还有特别奇怪的是那个美国学校 因为我父亲是美国军人 所以呢 我就一开始上学就是上美国学校 文化是在哪 是在 是在士林 士林 他就好像想搞一个泡沫 对 是个bubble吗 一个bubble 当中还得有一个所谓 他们认为正常的美国学校 American life 所以该有的都得有 拉拉队 橄榄球队 我们跟谁打橄榄球啊 这是神经病 对 就像大多的美国学校一样 他其实是特别偏重美国作家 所以我们看的Hemingway Whitman Hemingway 这种对 Whitman 不要说亚洲的 根本不可能考虑了 对 但是你这些美国作家 你小时候读 谁对你影响 有特别强烈的吗 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受影响 是一个 现在蛮有争议的一个作家 叫Anne Rand 原权 Fountain The Fountainhead 这个作家 我看了他所有的书 真的 你喜欢他 还有不止一遍 他对那种个人的尊 就是强调特别强嘛 没错 极端个人 他就是一个理想 也没有错 就是你每一个人 要负责你个人的生活的 每一个环节 你不要找借口 你不要把你的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可是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社群会瓦解的 对 还有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 现在世界面临的 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其实有意的 在疫情期间 我就是在翻 那个书房里的书 然后我真的看到了 那个圆圆 我其实再读一遍 我会觉得 现在网络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个人 能够展现到极致了 已经 是 我觉得他如果现在还活着 看到现在社会 他会吐血 会的 你刚才说 你像你在从蛋糕里 到到这个 像到Bubble 从蛋 从Case到Bubble里 就是 怎么发现自己的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困惑 我不知道是 怎么来了一个 意念是 我想当医生 Why I don't know 所以我 我其实一直是 我必须得 功课好 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 想将来当医生 还有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我 一直很胖 我在学校的时候 一直是一个 不是很起眼的 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 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 已经230磅了 然后呢 同学这些方面 也会有歧视 因为孩子是挺残忍的 其实孩子 你只要看 Lord of the Flies 你就知道 知道吗 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 他讲述孩子的真相 谁说童年这么 我们经常 对 你说 如果人是动物 那就是 小孩就是野兽了 其实 所以这些东西 在你成长过程中 留下来的痕迹 是几乎是 你一生中都脱离不了 所以 这个事情 其实困扰挺多年的 是吗 其实 其实就是一直 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 所有这么多人 说你这么帅的情况下 你那个终于 小时候那种胖胖 那种记忆 还是会出来困扰你吗 倒不会 可是问题是什么 是我会觉得 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 我还是同样一个人呢 我在前几年 我自己 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就累积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 我就定了名字是人 human 对 human 然后为了这张专辑 我就拍了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 X光 就是带头部肩膀 因为我就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外表的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其实肤色 长相 甚至于性别 我们里面看的都 你分不清的 分不清的 但事实上 很多时候 这个外表又是 特别重要的 比如你像 孟露那样的一个 他就成为icon 或者说你看到 丘吉尔 在抽那个雪茄的时候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 就这种外表 没错 无比之重要 这个image image很重要 对 他是超越所表象 这个东西的 他有一个 更深刻的一个定义 更深的一个内涵 在里面 是 可是呢 他也只是 我们人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说 在否决外表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 或者说 还有我不否决 我们外表 对于我的娱乐的 这个整个事业 这么多年的帮助 可是我不能 把重点 放在那儿 我们应该是 把我们的重点 放在 我们的思维 到底在做什么事 当然 我现在也就是一个 糟老头 在发牢骚了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 每一个时代 都有变化 你知道吗 我的价值观 肯定不是 不符合 不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 对 但我的感觉 有时候好像 这个emage这件事 想变得 就是 你想 大陆人民 穿了那么长时间的 这个灰衣服 蓝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 沸翔同学 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 出了 就震惊了 这个emage 是这样的 对啊 也是emage 可是它不能成为 我的一切 因为我 我明明知道 这个外表 跟我也没啥关系 我长什么样 是我的功劳吗 也是你的功劳 天天都只喝咖啡 well 我这些年是 真的是 是你的功劳 对功劳了 对 然后最觉得是 尽管我是一个 特别胖 然后 又不是特别 那么受欢迎的一个 可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 演很多的话剧 在 话剧里面呢 我都是演主角 一下解释了 那你对舞台 为什么喜欢了 是不是 我就发觉那个 哇 舞台上我反而是 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生活进行报复 对 所以尽管我是在加州 可是 斯丹佛的那个泡沫 还是蛮保守的 我发觉 我讨厌所有医学的 所需要学的那些东西 就是没有 没有感觉 然后我一直以来的 那个目标 突然 要打很多问号了 我就说真的 我特别不开心 我想要转戏剧系 所以那段时间 实际上你也是一个 自我寻找 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是 就开始做自己的 自己的选择嘛 对 自己的决定嘛 是 我发现你就 反正你就是从蛋糕到泡沫 对 一个泡沫 一个泡沫 然后就到了娱乐圈的 一个泡沫里去 那你 也适合住英国 我觉得 我很喜欢伦敦 我喜欢伦敦 有甚于纽约 那你就会特别理解我 是 这方面 听起来是个和解的故事 你这样说 我其实也接受 我觉得你说的对 人会找到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 可能我们在进行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吧 就是进入一个数字时代的 一个转变 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 那个转变就跟哥伦布 发现美洲一样 你要搬到美洲去 现在你是搬到一个 virtual的一个 一个space里面 虚拟世界 对啊 对啊 这个移民的过程 也肯定有很多不适应嘛 所以你又在不同的地方 你不就在不同的文化之间 移民嘛 不断的移 是 是 整个中国 一直以来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哇 这个漂亮 他好像在 发光的样子 真的很漂亮 我们能进去吗 不让你进了吗 我还以为我们在绕的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翻进一道 偷偷的 又被抓起来 我们一起进去 可以啊 偷偷的进去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上个热solo 我告诉你 非常凡然感 夜闯天坛 他演奏王已经入魔了 这是我的地方 现在有意思 现在有点像那个宫里面打着灯笼 恐慌的前夕 你害怕那些鬼故事吗 你会喜欢听吗 我很喜欢听 我很喜欢 可是我太理性了 我不迷信 它就是一个想象 就跟科幻一样 我其实觉得最可怕 其实是科幻的某一些 像现在都成真了 像那个人工智能 那个才是真正可怕 所以AI是真的ghost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些灰心 我的朋友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个pandulum 对 所以你昨天你跟我说 对于年轻人 可是他们还是会找到 他们自己的方法 所以这个pandulum 还是会有办法划回来 对 而且人不就是在这些struggle里面 找到自己的这个 自己是谁吗 你看之前我们乐观的 技术的变化 全球化 然后包括世界更为一体 这种趋势都消失了 都变成一个disillusion 现在这种 它就所有的美好的部分 那个dark side 开始出现了 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出身 那当然你以前对这些 都批评这些变化各种 但你好像越来越变成了 你要找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案 时代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只能去找一个personal boat 可是因为我现在62了 然后我开始把我的 视线的边缘就开始收一点 收一些了 因为我也很明显 很清楚就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我的了 我该做的大部分也都做了已经 那我觉得我只能是旁观 以旁观者看着 我跟人交往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不太想要失望 或者是被伤害 是的 我的朋友都认为 我是一个比较灰暗的人 其实所以你一直说我阳光 我觉得特别好笑 这是误解多美好 往那里面 那我还是像你这边吧 好 好像习惯了 但是你能够保有那部分 你自己相信的价值 然后你创造那些事物 它就是保存的那个地方 本身就很重要 一个是会 又不是单一价值观出现 可是旧的会慢慢慢慢的消失 哇 这么漂亮 天外来客来了 他说是可以适合你 但我觉得他们会 以变形的方式重新出现的 京剧当年也是个创新 对 它会变 可是它变的样子 肯定不是我喜欢的那个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 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正常 干嘛总让你喜欢呢 是吧 这些地方 没有打灯 好像可以拍电影 有感觉啊 赵王走一下呗 浴室之前 我需要我那个讨厌的大袍 沉死了 最要命的是那个帽子 就是那个 前面还有那个 对对对 然后每拍条就要有一个巨物 得跑进来 用手按住 别晃了 别动 别动 好 跑出去 然后就拍 突然门开了 哇 这感觉 要车开过来 这些 他们就像未来世界来过的 这么一个你说看起来 这么好的一个人 那一天我还想犯小错误 想恶作剧 就他是一个全面的偶像 你看起来顺应时代 但他对时代很多东西充满了看法 就他的某一片 就被分发给十亿人了 看起来得到了一个 巨大数量的一个拥抱 那他内心那些东西可能 始终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拥抱 而且出于十亿人 对他这个关注 大家会产生一种 本能的敬畏和远离吗 那这是什么一种感觉 你看你之前 去美国之前是个小胖子 然后过了两三年 回来之后 就要包装成一个偶像 是个idol了 这个转变也太drama了吧 五年你还在抱怨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的内心呢 是 然后后来 可是真的大家对我的外形 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我也同样觉得 继续不认识你的内心 其实他们还是不认识我内心 跟以前一样 换一种方式 没错 没变 他们现在反而是 变成是我的外表是一切了 我的内心根本也变成次要了 也没什么重要 也一样被忽略 对一样被忽略 对 那个时候穷瑶是最火的 跟他也签了约 拍了一部 那个看了更恐怖 我在电影院几乎都是这样子 看那个电影 我在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no 怎么那么 没有力度在荧幕上 我就果断的觉得 OK 你就别给自己丢脸了 还有那个时候 第一张专辑流连 唱片公司多厉害 他们一逮到一个 我就说 可是我没唱过 没关系 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 没关系 我们就我们给你那个弄 然后就给我配上了谭建长 最好的制作人 然后在录音棚里是苦了谭老师了 我教一个傻瓜唱歌 你知道就是个二寸母带啊 跑啊 你就一次不行 你就得再来一次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我第一年82年就出了三张专辑 催俗啊 对啊 对啊 来不及准备 我是那种保守的 我想要都准备好了 我再迈出一步 可是我正要准备 他们就一推 就把我给推上 推到台上去了 这种怎么可能高兴呢 对不对 有没有一段时间还是挺挣扎的 我就想逃开这个东西 其实是当时是89年的那个巡演 结束以赫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大陆 也出了五张专辑了 我就觉得 好像我那个时候 以那个时代的体制 就好像可做的事情都做了 因为你任何人 你学习都会碰到一个墙的时候 去美国我就是要 如果我没有飞翔这两个字 我还行不行 我还有没有资格站在台上 对Browie最早是什么有兴趣的吗 也是跟很多人一样 音乐之声 太好 我找着看 我来听听 好久没听 是这个吧 这个我都已经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对 那些山丘 然后他就跑进来了 他一个人 那个一个修女 从那个修女院 神经病跑 跑在那山上 他那种压抑的感觉 他想摆脱 然后他爬 爬 跑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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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去菜市场买菜 我可以随便的去看电影跟朋友 完全是一个nobody 你看梦露那个时候 她就选择了去纽约 去跟Lee Strasberg学 她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有收获 可是不管怎么 她也得试 跟她好莱坞的那些片场 她就违约了一个人 很朴素的 在那个课程里面 就跟别的学生一堆 就在那儿学method 戏剧正统的学 所以她嫁给阿森米勒也是在学是吧 也是在学 她其实连那个环节 她也都不会浪费 她不会去找一个 那种健身房教练 对不起啊 她要的是一个 我要一个最高层知识分子 大家都认为她是个傻瓜 漂亮的花瓶 因为她好莱坞就是 逮着她这个卖点 Sexual symbol 是一个 所以我从她身上 所学的东西 就是那些 你不能停留在 人家给你的那个定位上 虽然那个很受欢迎 那我就这个时候到美国去 梦露是你这么大的一个 inspiration 没想到她 是的 Lee Strasberg 说过她所有经过 她的Actor Studio的 所有演员里 最最大天赋的 两个就是 马伦白烂度和梦露 哇 这是很高的评价 很高的评价 其实她是一个 天才的演员 所以她给我很多的启发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我也可以自我认识 自我认识到自己 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就不是 我是不允许我喝 喝东西了 OK 他有点反攻 没关系 嗨 老师还有门 把他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对 把门关起来了 我们得在这儿过夜了 墙外有另一个时间 怎么等人开门是吗 在那儿有时开 有时啊 旁边有个小门 有时游客人们太晚了 她就不开这大门 开小门 你看 老北京人了 真的吗 你呀 我可以说 我妈妈是北京人 对 你不是原来的花式的吗 花式 没错 你怎么知道啊 那还挺认识的 是吗 老师还不知道 花式的老的老的家 对对对 我姥姥老家就是花式 老的花式 上二条 对 花式上二条 您家里一点远吗 我就天女儿了 老天女儿了 意外的让我快及时了 你最早对她什么印象啊 对飞翔老师 当然还是在一开始 从一把火锅去 全晚吧 全晚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你好 您怎么知道 她姥姥家是花式的 当时都知道是吧 原来我们看 因为喜欢她嘛 看她那些歌啊 那些介绍啊 是吧 咱们一走 我一看这不是大歌的 一看就是不想 你应该咱俩核张也上 那拿我手机 可以啊 行 没事 您开吧 二 一 OK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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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容易 哪里 花式当年什么样子 当年各种 就老板的小胡同 他那个原来那点 做花卖 最早卖花 后来做那种 捐花什么的 捐花 那个布的那个 是吧 那好多布衣的厂子 我上学的时候 学工还做过那个呢 真的啊 做那个姜米那个 还有卷筹子什么的 做过那个 那个胡同特别窄 我姥姥家那里 特别窄 那个车子 两个不能过不了 棉花传点糖那叫 是吧 走 现在老北京的小吃 哪还多呀 哪都多呀 我怎么都找不着 都在南城吧 北京小吃就是南城 到北城 好多你聊这个 他都不懂 不知道 对对 那我们走了 拜拜 我们得到那边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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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打扰了 no more champagne the fireworks are through here we are me and you feeling lost and feeling blue it's the end of the party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你还是喜欢 old-fashioned 那种 啊 是 我在这方面 比我的某一些朋友 尤其是纽约的 或加州的 我会比他们要保守 他们会跟我吵起来 你一定得支持我们这些所有现在在往前那个 progressive 对对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会指责 呃 想要责怪谁谁曾经 那 说了什么话 然后因此他就得离职 哇 这太可怕了 你得把自己放到那个 对 时间和历史的一个 一个正确位置 对啊 对啊 我挺怕的 那种cancel culture 太可怕了 yeah yeah 看了就是前几周那个 查理王的 对 那个登记 登记 以我们现在的世界的标准来说是很奇怪 嗯嗯 可是他们会提醒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不是一切 对 我最喜欢一个英国作家说的一句话说特别好 他说什么是传统 传统是对于死去人的民主 你要给死去人仍然发声 voice 给他们的voice 嗯嗯嗯 你看那个你说登记 他不就是给几百年前的一个voice 是 再继续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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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他碰到那个老北京多好啊 他你听他一讲话 你就过去那个北京就给 马上就 就出现了 马上就来了 这就是像我姥姥当时的邻居一样 是啊 就是这样 嗯 对 我妈那个时候就给我姥姥买了一个彩垫 哇 那 哇 轰动全胡同化 轰动 哈哈 哈哈 就哇 全部都挤来看 觉得就是很亲切 嗯 很温暖 嗯 这个车是Volvo 是不是 嗯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 就是我家里就是我爸爸买的第一部车是Volvo 哇 所以我在这里帮你做广告了 哈哈哈哈 可是这是事实 这不是广告 啊 然后因为他觉得Volvo安全 嗯 所以我爸爸当时就是因为有孩子吗 Volvo 开心死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经常有那些比如说密码问题 嗯 然后有经常是 What was your first car 嗯 嗯 然后我一定是写Volvo 哈哈哈哈 所以因为容易记忆 对啊也好记忆 因为都说你高嘛 然后就还比较宽敞 对是 也适合你 也适合你 适合你 对北京最后的城墙公园 哦 嗯 东便门 哦 最后的了 然后你好像火车可以从这通过去 最早的时候 真的 嗯 那这个这个是原来 离宠闻门的 宠门的那边很近 不远 我完全看不出 嗯 现在 应该您姥姥家 胡同在 在那对面那是吧 过去的胡同 那全部拆了 嗯 全开了 全开了 那左左边是吧 你喜欢左边是吧 嗯 我喜欢 哈哈哈哈 第一次回来看姥姥 就是八七 八七年 就春晚之前 还什么时候就是 对 她是知道有我 也看到我 看过我的照片 嗯 可是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身高 哈哈哈哈 可是她 她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嗯 我 我永远记得 嗯 她就开始 开始哭啊 嗯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抱着她 我说你不要哭啊 姥姥 别 不要哭 不要哭 嗯 然后她就说 你已经这么大了 嗯